我們回到心靈滾輸寨 上一集我們說了成癮 成癮後如何脫癮 最重要的是脫癮 為何一定要脫癮 是否真的一定要脫癮 很多人自己成癮都不想戒 因為他自己覺得很開心 其實是有快感 所以上一集才有成癮 還有你想想在現實社會 在現實社會你怎樣才覺得開心 可能你要很努力讀書 或者你要很努力付出很多 你才能賺到計算這麼多 然後只有那麼多快樂 但你想想 成癮的東西 例如喝酒也好 吸毒也好 基本上是一個通往快樂的 shortcut 即是我希望達到快樂 我要做正常社會上的方法 我要很長時間 但我喝酒一會喝 一會喝 立即 是嗎 或者你吸毒 或者是毒品 很興奮 吃一顆藥魚 根本不需要做那麼多 其實很多人逃避現實 他們覺得要永遠逃避下去 那他沒問題 不是吧 對 很多人心態 他自己是沒問題的 他身邊的人是覺得有問題的 對 其實他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對 他故意看不到現實社會 他就經常喝酒 喝酒進去 覺得可以 但其實 即是有人說人家瘋 其實他瘋狂的狀態 是沒問題的 他自己是沒問題的 他自己是沒問題的 他不知很正常 對 他覺得很開心 他回了自己的世界 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算很多人 特意逃避現實都是這樣 那就糟了 這樣沒有人找你了 那就不行 因為他身邊的人 受不了他 間接影響到人 有時候 他自己也可能 因為他其實都愛身邊的人 然後他都會想走一步去 怎樣融入這個社會 對 跟其他人融合 對 所以戒印是很困難 你的親戚有沒有 沒有 他不愛他身邊的人 他不愛你們 男人 我覺得有時候 他真的未必會想這些 很多人是性癮 女人的話 可能走出來這一步 會多跌 起碼他可能要照顧兒子 那個男人 我說的那個親戚 他不會照顧兒子 即是有個小兒子 我告訴你媽媽 有什麼所謂 你告訴他 我問誰 你的親戚 蛤? 我親戚 沒有聯絡 我沒有聯絡十幾年了 所以叫擋 我有一天問你媽媽是誰 你問他有什麼所謂 然後寫信寫信給他 黃兄說你呀 為何我這麼熟 這位所謂的親戚 因為我們有幾年是一起住的 兩家人 所以見到他全天 就是呆 拿著一罐啤酒 然後到街上逛逛 然後又再想 他根本都不擔心家裡怎樣怎樣 因為他老婆搞好這些事情 開店 照顧兒子 教他讀書 他根本都不理會 所以他想不想走過一步 其實他真的未必有 幾個月之前 還是一年前 有個新聞 有個年輕人 他是網人 在家裡 吐了很多年 然後不知為何 他突然去上班 是呀 他回了一天 然後回家就跳樓死了 有沒有看過新聞 沒有 沒有聽過這新聞 就像這樣 他在網人的世界裡 每天打遊戲 他很開心 他沒有東西 身邊的人覺得 你很不可以 你這樣 只是在自己世界上 又不讀書又不成功 但他想跑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他更加困難 是 剛才說過 你網人也好 走人也好 甚麼人也好 其實都是你一個人 他向著去快樂 追求快樂的一個捷徑 一個捷徑 是 但如果你要走正常社會的路 是鬥爛的 辛苦很多 那就不用戒人 好了 你想想全地球的人都在喝酒 那誰去製造酒給你喝 那不是全部人都有這個人 那你剛才說 全世界都這樣就可以 不是 那你說那些人都可以 有癮的人都不用戒 反正他們會比較開心 是吧 但也不能夠 每個人都這樣 因為其實一個人 剛才你說的 他喝得這麼開心 這麼舒服 其實身邊很多人幫他做很多事 是 甚至酒也是別人幫他做 是吧 難道他自己去釀酒嗎 沒問題 他有錢買酒就可以了 那他的錢哪裡來 所以… 慢著,你這樣說就不對 他錢哪裡來 就說這個案件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那個人很有錢 有錢到神經病 每天開立飲飲 都沒問題 那他的錢哪裡來 你別管了 可能是老爸做的 老爸很努力做事 剩下他的 可以嗎 這樣就不用戒了 這只是個別的 絕大部分人 如果你喝酒的話 他會霸殺他所有時間 走印 他根本是不可能做其他事 但那件事 有錢人就不用戒了 這樣說 不,其實很多人 如果他是有錢 就更加令到他沉迷下去 就沒有了和他戒 其實他本身 他自己的生活本身 都是不健康的 他會覺得很開心 他自己覺得很開心 對,但他有很多錢 但我可以告訴你 絕大部分走印的人 都有抑鬱症 很多都是抑鬱症 反過來 其實人也是有思想 可能他有這個病 他自己看著鏡子 看著自己 就是這樣 又要喝酒喝到晚 一時無時 他自己看著自己 也撐不住自己 你想想 自己撐不住自己 你別說他很有錢 他喝他喝也行 但你自我形象 你會怎樣想你自己 我除了喝酒也會喝酒 不知 不知 我不恭喜你 你沒試過 又或者是妄忍也好 你自己有時 打起的時候不說 但你突然想 我過了這幾年的中學生涯 我做了甚麼 年輕一點就未必會想這些 但年紀大一點就會懂得想 但為何那個小朋友會突然走去 那個個案我就不知道 純粹看新聞 我舉個例子 你忍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 現實又是一個社會的世界 其實你越花時間逃避 你那一刻是舒服 你那一刻是舒服 但你完全失去了 做回正常生活的技能 社交技能 或者工作技能 甚麼技能 甚至自理能力都影響了 所以你叫他出來 剛才說脫癮 脫癮很重要的 就是要變回正常生活 是很困難的 但很困難的 但很困難也要做 我起身當時 我真的想脫癮 那怎樣幫助自己 你有甚麼人要脫癮 是呀 我不告訴你 我自己才跟他醫生說 但要教定我怎樣做 你不要脫癮 是嗎 大家看得很開心 你經常喜歡穿這麼少衣 你不要脫癮 脫癮 你只是食字 對 他醫生為何憑自己努力去脫癮 其實很困難 剛才我提及 癮其實是逃避了正常生活 是呀 其實剛才你提及 你一個人為何想脫癮 就是他可能想想 發覺自己的生命 真的不可以這麼久 是呀 所以其實有少少是一種 關於你自己 怎樣看你人生的意義 所以就解釋到 為何那麼多 是宗教團體處理脫癮 是呀 舉個例子 基督教有很多 是呀 剛才說過 美國的AA 即是Alcoholic Anonymous 他們都有些宗教性 因為始終 宗教也好 甚麼都好 其實是要給人一個想法 你繼續在這個人生 因為癮的定義 就是他把所有人生都霸佔了 所有人生的時間 去到最後的人生是你的 說真的 你喜歡把所有的人生都放進去 沒有人告訴你 但如果你真的要走出來 其實真的要反省人生 很多時候是宗教會做很多這些 是呀 舉個例子 譬如基督教很流行 是放島 然後放一些獨癮的青少年 在這裡 在這裡種菜 斜坡上身 在這裡建屋 然後全天體力勞動 晚上就彈吉他唱詩 那就可以了嗎 那當然不行 不用用索帶索帶 扔在床上 你喊吧 喊多幾個鐘就沒事了 是呀 這是一種模式 即是想要整個人生去轉變 如果你說醫院的設定 他們就未必會做到這些事情 但他們可能會有些叫日間醫院 日間醫院即是由成癮的人 日後去 放工時間四、五點回家 他在日間醫院做甚麼 打電波 做家棋 然後有些活動 是呀 很像中心的 但在那些中心裡 就會有些甚麼呢 有些過來的 即是說 我曾經吸過毒 曾經是甚麼 就和他們一起玩 順便聊聊天 然後跟他們說 我以前也是像你一樣 時間就花了在酒杯底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人生就有很多好事做 然後可能找一些職業治療師 幫他們安排工作 還可以喝酒 還可以吃煙和倒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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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樣東西一起 對 教壞了 有些社工 幫他們安排工作 有些就業輔導 即是幾樣東西加起來 這些需要付錢嗎 如果政府的收費 就不會很貴 它是政府服務 也有些會連繫到那些 方島 即是那些離島上的街道中心 有些社工 一起去做 那是否正身 正身就不是全部 還有好幾個這類機構 都是基督教背景 也是希望 讓那些人真的想一下 究竟為什麼 另外很多成人的人 他們都發覺是很衝動的人 一下子就會想 我要即時得到滿足 所以剛才說 你要訓練他 可能長一點時間做其他事 那有多少成的人 是可以成功界到的呢 正式數據 我不會在手 但也不會是大部份 可能一群人 可能都是小部份 可以做到 但我們通常會說Staging 即是當你有十個人 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能有三分 兩分一分 對 但四分之一是完全成功界 又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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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四分之一就是 我解不解好呢 我都應該要解了 然後開始踏入 還有四分之一 可能還在心想 解不解好呢 於是你的做法 不是說 我多少個解了 多少個不解 不是這樣 可能是Stage 1的 Move他下去 Stage 2 Stage 2 move 目的只不過是 儘量將人們 逐步逐步去 所以做戒賭服務 你自己也要想 是我幫助這些人 其實錯敗感也很大 對 你發覺他們很難做得到 而且成功率又不高 但你說走癮 其實真的很普遍 普遍到所有香港的精神科醫生 都有做癮 都要做的 因為太多了 就不可以做 但你說一些比較少的 新興的賭 賭癮 藥癮 藥癮 藥癮也常見 藥癮也很常見 譬如街道泡泡也是藥癮 但你說上網成癮也好 賭博成癮這些 或者剛才提過性的成癮 這些 你不用看著我 你剛才提過的 你懷疑自己有 我懷疑自己有 我懷疑自己有 我有些人有 他覺得他是一個低的Splendur 他覺得應該有些人 是嚴重過他很多 因為他沒有成癮 嚴重過他很多 那些就是成癮 那有沒有很多這些人 他意思 他剛才說 如果說性成癮 其實都是一樣 你是時間 你真是把握手持 還有你每天都想到 還是想做的事 其實剛才你說 很多普遍 怎樣普遍法 會不會是佔了你 那些人可能是60%至70% 那也不會去到那麼多 那也不會去到那麼多 但是可能 如果你說可能兩三成 因為有些病人 他本身是抑鬱症 但特別是男性 他抑鬱症 他就去喝酒 抑鬱症 他就去喝酒 對 他就去喝酒 因為喝酒 有些人初喝的時候 因為喝酒 其實酒精的化物 影響到腦部位置 和安眠藥 影響到腦部位置 是相同的地方 所以 為何經常說 安眠藥不可以混合酒 因為安眠藥和酒 影響到腦部是同一個位置 所以很多人 他初初喝酒會覺得睡得好 所以這叫自治療 即是我不開心 睡得不好 我喝酒 想睡得好 但喝酒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你喝一下 就會 越喝越多 下次你睡不到 再喝兩杯 這樣做一下 原本應不一症 就多了酒癮 但剛才說的安眠藥 其實也有人依賴安眠藥 會有的 有些人吃三十多粒 百多粒都見過 一天 當然是一天 一天一晚 一天一晚 那些劇情自殺 都是十多粒 一心整空二十多粒 已經說死了 吃完之後 不夠了 下街買 吃完之後 不好意思 我吃回平時 自殺自用安眠藥 老老實說 吃三十粒都沒事 以前那代的安眠藥和現在的安眠藥不同 以前那代的安眠藥 吃過量是死得人 現在的安眠藥吃過量 就沒有那麼容易死得人 但是 即是沒有這件事 以前的安眠藥 以前的安眠藥吃得多 它有毒性 現在的安眠藥吃得多 它就會睡著了 再多些 它就會睡得很軟 但是 再多些 它會怎樣死呢 就是因為太軟 軟到呼吸系統 都不會呼吸 然後舌頭就頂住 頂住喉嚨 窒息而死 即是站在那裡就不會了 那不會 我以為醫生說 吃安眠藥吃得多 怎麼死呢 吃得多 吐死 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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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死了 都好 這個都站在那裡的方法 對 即是有些人覺得被拒絕 就不要買安眠藥吃 沒用的 沒用的 你好笑 我今天才知道 但我們又不能這麼說 待會讓你知道沒有用 那他們每個人都不用這個方法 對 找些有用的方法 糟了 買安眠藥他們的就沒有生意了 不會 吃三粒都不會死 現在說的 那你就要多買三瓶才行 買一瓶就不行 都是不死的 現在說會死 會死 又會死 吃得太多會死 會餓死 會餓死 睡著就會死 對 其實人們為何選安眠藥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想吃 他們想吃睡了 他們不記得煩惱 不是的 那些劇情通常會死 不是的 通常會死 通常會過量 吃了又不夠 吃了又不夠 吃不小心 吃多了 對 醫院收了很多 收了很多病 自殺是吃藥過量 但多數都沒有 不會吃什麼 Panadar Panadar就是肝出事 那些是永遠的 肝出事會死 Panadar反而會死 馬上會死 Panadar吃得多 反而會死 真的不知道 怎樣死 肝受損 肝受損 不是24小時憑外 太肝 你今早吃了嗎 不是 我看電視說24小時憑外 不會嗎 Panadar不同 Panadar會引致肝受損而死 對 那會吃多少 吃多少 你一天吃最多八粒 對 每超過一個份量 你們會引致肝肝 但吃安眠藥反而自己 只是睡得黏 因為有些人真的可以吃常人 吃很多很多安眠藥 對 很恐怖 真的百多粒 那種真的叫成癮 他不是全天這樣吃 他一次過吃三十多粒 他多數都不會全天吃 當成人如果要吃馬上 一次過吃 倒在飯碗裡 那怎樣 你吃飯是否一次過吃 你分幾天吃 他分一整粒吃飯 不是吧 百多粒怎麼吃 就是用了飯碗裡 你說的是用什麼方法吃 關鍵是他吃了下去沒有問題 都是沒有反應的 吃百多粒 怎麼吃有什麼數 神經病 你吃要睡吞 你喜歡用一碗中碎 硬碎去混奶 你百多粒怎麼吞 其實真的很厲害 我也是第一次聽 三十多粒來睡覺 很恐怖 不是的 他已經習慣了 三十多粒 根本是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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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怎樣吃也沒有用 是沒有用的 那怎麼辦 如果他真的睡不著 我也不算 對 還有阿光哥 睡不著打給我 你會做什麼 我會跟你聊天 他的電話是 他的電話是 鏡頭前面這個號碼 更加醒得多了 馬上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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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 我看你剛才有酒精 酒精引致的精神問題 對 本身是有精神 本身有精神 本身有精神 本身有精神問題 容易有成癮 有雞還是有蛋 兩種東西互相影響 他講到這裡 我想問 阿龍龍 是 怎樣 我就當我找你 其實你有什麼方法幫他介紹 其實沒有一種藥 一吃下去馬上沒有人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藥吃下去 就沒有人 那為什麼 剛才他講過 就是用索帶綁著 就是你可能要跟機構合作 我說找你 對 找你 我也是會跟機構合作 你純粹上來跟我聊天 純粹是引本身 是很難就這樣透過看醫生 可以解決 那就是找你 可能有 第一件事就是 醫生會斷症 對 斷了你是不是 對 是了 然後再傳你去哪些中心 做些什麼 對 就是你是一個很困難 比較難做的問題 你不可以純粹看醫生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麼嚴重 我以為是吃藥 可以控制了一些什麼 有些就入院 譬如他不要說30粒 譬如他20粒 他入院後就跟他代替 譬如你當你吃10粒安眠藥 我就把這10粒安眠藥 轉為另一種 比較類似的藥 但也是能夠睡覺的 代替品 即是美砂糖 類似 即是轉為另一種 這個也可以在門診 看醫生做得到 譬如30粒 怎樣解決呢 把30粒變成溫和的安眠藥 吃了之後他發現也能夠睡覺 接著就跟他半粒半粒 這樣選擇 很長時間 好像別人的試藥 欺騙他 安慰藥 對 安慰藥 他吃得出的 吃得出的 因為吃了之後不舒服 吃了沒有感覺 對 安慰藥沒有感覺 所以入院界 又有門診界 不過門診界難很多 難很多 另外也有些藥 吃了有些藥很有趣 吃了之後喝酒就會不舒服 有些人用一些藥物 就是吃了下去 美國很流行 吃了下去 然後如果你吃了藥 你再喝酒 你就會很辛苦 於是你就不去碰酒 不碰藥也可以 但這些藥很危險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去喝酒 對 受不了 無論如何都要喝 你會出事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很 很控制的環境 可能進了醫院 在很監控的情況下 這個藥很笨 才去幫你 他不吃藥就可以了 對 那你想醫治你才去看 這些是一些比較 再強烈的方法去處理走癮的問題 但一般來說 都不是即時… 不像是胰骨症 胰骨症你吃藥 抗胰骨藥 就說沒有了 或者你精神病 吃藥就沒有了 但你整間的問題 不是說吃藥就能解決到 戒動呢 戒毒一樣 也不是說吃藥就能解決 以前戒毒和現在戒毒不同 是怎樣 以前戒白粉 對 白粉和酒有點相似 就是白粉很長時間 那些人 那些人 於是當你不吃白粉 就會怎樣 打暗爐 流口水 流鼻涕 手震 很辛苦很辛苦 那種感覺 於是就要吃藥 但那些人吃白粉 那種快感已經消失了 即是吃吃吃已經不再刺激了 即是要吃花十粒也不行 即是純粹是吃白粉 純粹是避免的問題 即是打哭腦 走心不舒服 所以他們要充電 要上電 有時我們收一些毒癮白粉 即是肚子差不多要生 在產房等著 不見了 原來他上電 然後回來 是否那些孩子出生 已經有毒癮白粉 對 不過很多都是 但毒癮後帶肚子 生了孩子出來便不臭 被蛇廚 很多這樣說 那孩子有毒癮 那怎麼辦 那他出生後便會慢慢脫掉 即會解掉 是的 但現在的吸毒更大問題 因為他現在的新的 例如梯仔拼頭那些 他們很短 很短 所以有些人說 吃梯仔拼頭那些 不會上癮 嚴格來說 他不會像百分金的人 不會像百分金那樣長時間 不會經常都沒有精神 是的 譬如他昨晚吃完 翌日他上班 真的可以 於是很多年輕人便覺得 無所謂 我們怎麼會上癮 那些年輕人便說 我不會受這件事控制我 所以照樣吃 但其實你晚上4月 第二天沒事 好像沒有癮 但你晚上也會上去再吃 其實這也是一種癮 也是心癮 不過沒有百分 24小時 那我不吃也沒事 但你會再想吃 其實你會再想吃 也是一種癮 因為其實你控制不到自己 你晚上要下去吃 但由於他短效 很多人以為沒事 令到人的防備心 但長期吃也是說 那些不知甚麼 長期吃甚至會引致精神病的病症 會有幻覺 對 吃棵仔和拼頭那些 和吃白粉不同 白粉的幻覺比率比較少 但吃棵仔和拼頭那些 幻覺比率很高 可以吃完之後 完全是神之不清 然後聽到很多聲音 很多鬼鬼神神 覺得有人害他 很害怕 也有衝出馬路 也有跳樓 也有 這類的問題 可能比吃白粉更多 吃白粉反而少 我想知道幻覺 對 吃白粉反而少 這些幻覺 但反而吃拼頭 例如K仔、可卡因等 還有大麻 也會比較多 但哪種鑑有趣 好有趣 白粉的鑑有些像鑑酒 因為長期24小時 那種鑑就難在於 撕掉那種生活習慣 但是K仔拼頭那些 理論上 你不告訴你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吃 可能它的效果很短 但是他每晚都去Disco吃 然後有一晚突然間 舉個例子 可能你有個同事 你不知道他在吃 不知道他在吃 誰知道有一晚聽了新聞 說他跳樓死了 為什麼呢 原來他去了Disco 然後出來便瘋了 所以這些就未必會 抓他去介紹 你也不知道 因為他太短 所以其實 害處表面上好像低了 但實際上更難去摘 更難知道 白粉的一體字 對嗎 你看得出來 他不像白粉的人 對 但你現在吃 新的毒品 我們也見過模特兒 鼻子有白色粉 他自己也看不到 然後說話好像說 不是 因為效果過了 效果過了 他就變回正常人 所以你就不知道 他只要摘馬 嗯 難搞很多 嗯 但在戒的時候呢 戒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覺得自己沒有輸 沒有回老公 那要戒 所以你更加追不到他戒 你白粉的不是 吃吃白粉 根本無法回老公 你經常打架 戒其實很難 先說 其實很難戒 戒其實說到尾 都是靠自己的 當然 首先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問題 對 其實當尾也是心人 對 其實是家人 即是父母說你要戒了 這樣 我覺得通常人家叫你戒的 你戒不了 是自己想戒才戒 即是自己有個決心 對 那些人扔他去甚麼女同院之類 那些 其實都是要戒的 如果他是接觸同一群人 你出來的一樣 即是你本身是接觸那群朋友 都是吃虛 即是吃虛契 平頭 你出來 你會遇到那群人 其實你一個人 自己聰明就很容易戒 即是怎樣 即是你真的有心戒 因為說到不得及自己 你有意志戒 其實很容易戒 因為 你沒有意志 因為最歸根究底 人都是追求快樂 很老實說 不是每個人都追求理想 他最後都是想快樂 而吸毒是最快捷的方法 達到這個目標 由當你不理其他東西 但他之後才會明白 賺錢一點 賺錢也很開心 賺錢也要賺很多錢 你才會開心 現在每個人都打工 每個人都賺錢 有多少個開心 對 即是你從正途走 其實要花很多功夫 很辛苦 面對很多壓力 你又要對抗很多競爭 你遇到很多問題 而且要花很多時間 最終你才能獲得成果 但你… 嘩 索機 多快 我都知道 但這真的挺不正面 雖然我現在立刻可以獲得那塊 但再講長一點 其實就… 你要還 有些像滾卡 對 你預知了快樂 你透支滾卡 之後就慢慢還 有些人不是這樣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那就先開心 對 其實觀眾聽這個節目 不要以為 拿了這個快樂 這樣很棒 其實你之後要還的 可能是很大件事 很麻煩 但我又這樣看 因為很多時候 政府宣傳是不要吸毒 他們又過分地 用一個道德規範 即是說 你不要做這件事 這件事是壞事 你不要做這件事 這樣又不行 不可以 因為你又要明白 為何你要做 你說壞事 你還想去試 好像你這樣說 我都覺得 我也想試試鎖卡 但你要… 我告訴你 你要知道這件事 是甚麼東西 你更加才能抗拒得到 而且不是抗拒 而是你自己不會去做 你明白甚麼意思 你又不告訴別人 這是壞蛋 這是壞事 不能做的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最傳統的政府宣傳鑑道的方法 這是可以的 但現在不行的 年輕人不會理會這些 對 說這個 說這些 是吧 是吧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你說真的要 叫年輕人不要做一件事 你首先要讓他們知道 為何那些人會做這件事 他會這樣說 你經常叫不要做 那麼多人又做 我的朋友正在做的 我的朋友每個人都會吸毒 你跟我說沒有吸毒 每個人都溝通 我不溝通 所以那套門徒 我覺得他拍得不錯 你有沒有看過 有 異東星那套 其實他也是在說吸毒 我覺得他最後就是 為何吸毒 是因為… 是因為寂寞 之類 你要告訴別人 為何那些人要吸毒 就像我剛才所說 吸毒就是你正常的人生 正常的人生是苦多於樂的 人生也是要追求快樂的 而吸毒是你一個小剪 一下子可以達到快樂 不過為何吸毒是不好 是因為其實你逃避了現實 這個現實最終都會來找你 還有之後的效果是… 即是你以為自己脫離了現實 但這個現實也是存在的 而且就算不存在 最終可能是有些人幫你拔走了 例如有些人幫你執手尾 有些人幫你搞定了 其實當你老了 或者你長大了 你懂得思考 你再想回頭 你就會後悔 即是為何我趕時間 其實你會想 為何我要被那些東西控制了 為何不是我去控制那些東西 而是他去控制我 即是要有這個心態 你有這樣的心態 要有這樣的想法 你才長遠去抗拒他 最理想的就是在沒有人的時候 沒有人的時候 只有你和那顆K仔 嘩 太誘惑了吧 你會自己說 我不會做這件事 是的 這才是真正的脫癮 真正的脫癮 即是你這樣上癮的人 正常人也是 其實不要想著有些人是上癮的人 有些是正常人 不是的 每個人都會上癮 但是我相信我看到那顆K仔 我是不會放進口裡的 我覺得那件事是 所以不能夠試第一次 你就錯了 當你試過第一次之後 你感覺到那種興奮之後 就是不會上癮 所以每個人都不要想著 我自己是會面試的 不會想著我是上癮的人 是這樣的 怎麼會上癮 我都不明白 你是傻豬的 你剛才說的 我就證明你的想法是不清晰的 真的會 我問你一個人一個人在房間 你看到那顆K仔 我一定吃 我可以告訴你 當你告訴你那顆K仔 吃了你會很爽的 是呀 你當然要試一下 我知道它很爽 然後我也知道它的後果 那我就不會做 好 我會知道後果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想得很詳細 你要知道那樣東西 除非你告訴我 那樣東西只有好東西 不會有好東西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那樣東西只有好東西 沒有說過 那樣東西有什麼不好 可能我真的會試 對 等於說那顆牛肉很好吃 那我沒有去試一下 對 但是你又真的不知道 那些銷售員不是這樣說 那些銷售員說 你不會上癮的 你懂嗎 那就是無知 那些銷售員就是這樣銷售 就是這樣銷售貨物 如果我知道貨物的全面 就是好處和不好處 然後我再決定 我去不去做那些事 但你又錯了 那些銷售員剛剛說了 其實人呢 有沒有人是靠自己的意志 你其實是來試的 事源呢 你真的有這個意志力 你自己不再吃 你會沒事的 但是通常你都會輸 那是那件事 應該這樣說 不要看得自己人的意志力 是那麼強 其實人的意志是好的 我一個人也是 所以為何都會見你 不要吃第一次 為何不要吃第一次呢 因為不是因為吃第一次 而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 當你試了之後 其實是難拔出來的 但說回吸毒的東西 亦都不能夠說 不說它是有快感的 你特意不說給別人 那些東西吃了生瘡 對呀生瘡 對呀生瘡 即是跟年輕人說 你經常說 吃生瘡 冰瘡 冰瘡 不要吃呀生瘡 然後年輕人說 你什麼醫生 生瘡 那我的朋友又吃 你又不見我的朋友有瘡 是嗎 是嗎 很英俊 風流梯湯 以前那代是可以的 你當父母 好像放你小朋友在籠裡 行了 先壓住 讓你長大了 不行了 現在年輕人上網 什麼都看完了 對呀 吃棵仔 平頭那些是甚麼事 他全都知道 我剛才聽你說了一會 我也想試 真的這麼神奇 是否有些東西 幻覺是甚麼 所以你要知道 為何人們吃了之後 會這樣吃 因為他真的會令你很興奮 但你要解釋給他聽 在人生漫長的路裡 所以你如果這麼快跳到封鎖 去拿那種興奮 以後你就會很難做 很難做 我決定我到七八十歲 醫院快要死 一會兒 一會兒 沒試過 林瓜你讓他試一下 看看有多興奮 可能就長命了 不如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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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剩下錢 只剩下錢 吃完之後 興奮完之後還沒死 我記得 我沒有錢省錢 怎麼辦 我們要等這一天 你簽訂指 證明你會這樣 許醫生一定會幫你 他一定會幫你 他一定會幫你 阿龍一定會幫你 好像治療那張生死狀 下面要寫明 加多一件事 如果吃完沒寫 麻煩你搞定我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許醫生很快 改完戒毒又戒癮 好嗎 我們下一集去探討其他問題 好嗎 好 我們再一個鐵三角 鐵四角 鐵四角 對 對 叫成癮 成癮 成癮就是節目 一同 對 成癮一直做節目 可不可以成癮 都好 我們下一集再說 好嗎 不要吸毒 當然 一次都沒有試 聽阿龍龍之七角 一次都不可以試 先 死硬的時候 是吧 你都死了 你的意見 不代表本台臘腸 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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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一不可在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